瑞穗明喝茶园吴美玉和他的儿子脸俊成 坚持茶园有机栽培管理十多年了 品质风味备受各界肯定堪称是 全国有机茶分及分类评界赛的常胜君 而今年又拿下球形乌龙茶组特选奖 似乎破除一般人对于高山乌龙茶就是好茶的迷思 海拔不到500公尺的瑞穗三五喝台地 又握得天然条件搭配茶农丰富的制茶经验与技术 在2024年全国有机茶分及分类评界比赛中 明喝茶园拿下球形乌龙茶组特选 破除一般人对于高山乌龙茶就是好茶的迷思 对明喝茶园来说更是意义非凡 做法上茶差别蛮多的 它发酵度它就是水半发酵 要一边做然后一边闻它的气味的变化 瑞穗香明喝茶园为40年老字号 二代经营者莲宽柔吴美玉夫妻两十多年前 开始朝有机栽培管理来生产 近几年也慢慢转由第三代年俊成来接手 产业有了年轻新思维 但不变的是对生产有机茶的坚持 这一次在全国有机茶赛当中 在清香型部分发酵茶以及球形乌龙茶组别中 分别拿下特选精选以及优选奖 年轻茶农林俊成也相当有成就感 我的想法就是把茶做好这样子啊 那名次的话其实其次 当然得到特选当然是很开心啊 在地海拔生产的乌龙茶也能在全国赛中脱颖而出 打破大众对高山茶的迷思 瑞穗香五克台地茶产业蓬勃发展 从109年至今 光是有机茶原面接就增加了127多公顷 瑞穗香农化计划未来打造五克有机茶村 全力辅导推广瑞穗香的有机茶产业 记得石玉兰瑞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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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